大家好,我是爱好恐怖片的美男子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冷暴力恐怖片 妈咪晚安 故事开始,在一处乡下别墅 双胞伊丽和卢卡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二人在一起玩耍戏水 他们一直在等待着住院的妈妈早点回来 这天妈妈终于回来了 只不过因为整容手术脸上缠满了绷带 哥俩回来 此时蓝色衣服为伊丽,棕色为卢卡斯 妈妈只给伊丽倒了一杯饮料 卢卡斯在伊丽二旁说他也想要 于是善良的伊丽对妈妈说 可妈妈却说卢卡斯想喝的话就让他自己来要 而且伊丽还对妈妈只做了他自己的晚餐表示不满 妈妈则不予理会 两兄弟也有自己的宠物,就是一堆大虫子 晚上兄弟二人躺在床上玩手机 妈妈进来对伊丽说 自己因为刚出院需要休息 所以家里要安静,拒绝访客 而且窗户要关着,因为自己怕光 还不能带宠物进家 妈妈还说他们要重新开始生活 伊丽给妈妈两个贝壳 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卢卡斯的 妈妈拿走了一个,然后就走了 晚上,哥俩聊天,感觉妈妈很奇怪 然后上铺的伊丽下床偷偷去看妈妈 发现妈妈在卫生间洗脸 白天,伊丽去妈妈卧室 发现妈妈还在睡觉 这时,其实妈妈在装睡 伊丽走了之后,妈妈偷偷吃饼干 这天,兄弟俩在外面玩 妈妈则在屋里不断试衣服 哥俩在外面瞎跑 在一木穴中找到了一只小猫 于是把他偷偷带回了家 妈妈看着他俩回来感觉不太对劲 于是来卧室检查 卧室中,伊丽在上铺 卢卡斯在下铺 妈妈找到一个打火机,很生气 于是把下铺的卢卡斯摁倒在床上 傍晚,妈妈独自走到林中变脸 晚上,哥俩把一只虫子 放到熟睡的妈妈的嘴里 第二天,他俩看到了墙上的相框少了几个 看乡册里面的照片也少了很多 特别是妈妈结婚的照片 而且,还发现了一张和妈妈特别像的人 他俩上电脑 发现他们住的别墅正在出售 接着,哥俩发现那只猫死了 肯定是妈妈干的 于是用养虫子的那个鱼缸 把猫尸体装起来放到客厅 妈妈看到后,与伊丽发生了争吵 伊丽说她不是真的妈妈 并要看妈妈的胎记 妈妈更生气了,把她弄到屋里 说以后只会给她一个人做饭 只给她一个人的衣服 并让她不要和卢卡斯说话 晚上,他俩制造了武器来防备妈妈 并且轮流值班防止妈妈进来 晚上,伊丽做梦 梦到自己把妈妈的肚子划开 里面都是虫子 第二天,伊丽还剪了一个 和卢卡斯一样的头发 并穿一样的衣服 这样,妈妈就不能分开他们俩了 这天,妈妈终于拆了绷带 露出笑容说 要和他俩做回朋友 还给了哥俩一个飞镖玩 他俩拿着飞镖跑了出去 还跑到了小镇上找牧师 结果被警察送回来 哥俩希望警察把他们俩带到警局 不想回家 于是警察询问妈妈的情况 妈妈说自己离了婚 生了病,最近很不顺 晚上睡前,妈妈独自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醒来 妈妈发现自己被孩子绑到了床上 伊丽问他真正的妈妈去哪了 妈妈说他就是呀 然后又问照片上的人是谁 妈妈说是一个朋友 经常穿一样的衣服 小伊丽不相信妈妈的话 就这样,妈妈被绑了很长时间 当善良的伊丽准备松绑时 卢卡斯来了 制止了伊丽的行为 伊丽接着打了妈妈 卢卡斯还用方大镜烧妈妈 然后把妈妈的嘴封住 过了一会儿 红十字会的人来了 妈妈呼救 但是无奈发不出声音 哥俩说家里没人 然后拿了妈妈的钱包 给了一些钱打发走他们 刚出门 妈妈就挣脱胶带了 但是他们已经听不见了 这回呢 哥俩用强力胶封住了妈妈的嘴 晚上才用剪子剪开 那是鲜血直流 伊丽问妈妈 卢卡斯最喜欢的歌曲是什么 妈妈说了一首歌 伊丽用胶带再次封住了嘴 过了一会儿 撕开胶带 再次问真正的妈妈在哪 她没回答 于是再次遭受折磨 孩子看到妈妈撒尿了 没人收拾 于是给她松绑 让她自己收拾一下 妈妈趁机逃跑 但是门已经被锁 无奈 被孩子准备好的机关制服 妈妈醒来 发现伊丽已经点燃了房子 妈妈哭着说 会让她再和卢卡斯说话 会给卢卡斯做早餐 还说卢卡斯的死不是她的错 于是伊丽为了让她证明 是自己真正的妈妈 问了一个问题 问她 卢卡斯现在在干什么 可妈妈根本看不到卢卡斯呀 于是愤怒的伊丽点燃了窗脸 妈妈被烧死 画面来到室外 消防人员在灭火 哥俩呢 则跑到外面找到了真正的妈妈 全片结束 前半部分看完 你可能有一点茫然 最后你应该就看明白了吧 没错 卢卡斯应该是死于一场意外 这场意外应该是和伊丽有关 很可能是片头中的溺水而死 善良的伊丽很自得 于是产生了精神分裂 认为卢卡斯一直还活在自己身边 这就是为什么 妈妈不让她和卢卡斯说话 只给她一杯饮料 做一份早餐 但这些被伊丽认为 是妈妈在冷落卢卡斯 而妈妈呢 则高离婚 还做了手术 又承受了丧子之痛 心情肯定很低落 压力非常大 所以也想把房子卖掉 远离这个伤心之地 有一个镜头 是妈妈偷偷吃饼干 想必是不希望孩子看到自己如此脆弱的一面吧 尽可能展现给伊丽一个坚强的妈妈 这时呢 妈妈扮演了双重角色 又当爹又当妈 当她明明知道伊丽有精神问题 经常和不存在的卢卡斯说话时 她不好好引导 而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比如杀死猫 把伊丽关起来责骂等等 这些错误的教育方式 进一步加剧了矛盾 更让伊丽认为这不是她的妈妈 最终导致了一场家庭灾难 结尾三人团聚 光线柔和舒服好像天堂 言外之一应该是伊丽和妈妈都死了 悲剧收场 三人在天国相见 总结来说 就是患有心理疾病的伊丽 没有得到压力山大的妈妈的及时关注 最终家破人亡 这部奥地利的电影画面极其简约 前半部分一直在铺垫细节 后半部分冷暴力的画风 非常具有欧洲特色 气氛很诡异 很吸引人 特别是妈妈的造型 给人的就是一种未知的感觉 很恐怖 我认为是一部不错的心理恐怖片 不知道美国的不请自来 大家看没看过 我认为和这部影片 在某些方面有些类似 最后 故事中伊丽的宠物是虫子 应该会有人好奇吧 这是什么虫子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种 这是犀牛蟑螂 原产自澳洲 是世界上最大的 寿命最长的蟑螂 成年个体 体长可达8厘米 体重达35克 想想一个鸡蛋才50克左右 这货光长大成熟 就需要5年 寿命可以超过10年 与其他蟑螂不同的是 它们没有翅膀 而且是有智商的 喜欢干净的环境 很教会 因此 有些人会把它们 当作宠物饲养 当然价格不菲 好了 我是美男子 下期见 晚上睡前 妈妈独自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醒来 妈妈发现自己 被孩子绑到了床上 伊丽问她 真正的妈妈去哪了 妈妈说 她就是呀 然后又问照片上的人是谁 妈妈说是一个朋友 经常穿一样的衣服 小伊丽不相信妈妈的话 就这样 妈妈被绑了很长时间 当善良的伊丽 准备松绑时 卢卡斯来了 制止了伊丽的行为 伊丽接着打了妈妈 卢卡斯还用方大镜烧妈妈 然后把妈妈的嘴封住 过了一会儿 红十字会的人来了 妈妈呼救 但是无奈发不出声音 哥俩说家里没人 然后拿了妈妈的钱包 给了一些钱打发走他们 刚出门 妈妈就挣脱胶带了 但是他们已经听不见了 这回呢 哥俩用强力胶封住了妈妈的嘴 晚上才用剪子剪刊 那是鲜血直流 伊丽问妈妈 卢卡斯最喜欢的歌曲是什么 妈妈说了一首歌 伊丽用胶带再次封住了嘴 过了一会儿 撕开胶带 再次问真正的妈妈在哪 她没回答 于是再次遭受折磨 孩子看到妈妈撒尿了 没人收拾 于是给她松绑 让她自拒绝访客 而且窗户要关着 因为自己怕光 还不能带宠物进家 妈妈还说 他们要重新开始生活 伊丽给妈妈两个贝壳 一个是自己的 一个是卢卡斯的 妈妈拿走了一个 然后就走了 晚上 哥俩聊天 感觉妈妈很奇怪 然后上铺的伊丽下床偷偷去看妈妈 发现妈妈在卫生间洗脸 白天 伊丽去妈妈卧室 发现妈妈还在睡觉 这时 其实妈妈在装睡 伊丽走了之后 妈妈偷偷吃饼干 这天 兄弟俩在外面玩 妈妈则在屋里不断试衣服 哥俩在外面瞎跑 在一墓穴中找到了一只小猫 于是把他偷偷带回了家 妈妈看着他俩回来 感觉不太对劲 于是来卧室检查 卧室中 伊丽在上铺 卢卡斯在下铺 妈妈找到一个打火机 很生气 于是把下铺的卢卡斯 摁倒在床上 傍晚 妈妈独自走到林中 变脸 晚上 哥俩把一只虫子 放到熟睡的妈妈的嘴里 第二天 他俩看到了墙上的相框 少了几个 看乡册里面的照片也少了很多 特别是妈妈结婚的照片 而且你收拾一下 妈妈趁机逃跑 但是门已经被锁 无奈 被孩子准备好的机关制服 妈妈醒来 发现伊丽已经点燃了房子 妈妈哭着说 会让他再和卢卡斯说话 会给卢卡斯做早餐 还说卢卡斯的死不是他的错 于是伊丽为了让他证明 是自己真正的妈妈 问了一个问题 问他 卢卡斯现在在干什么 可妈妈根本看不到卢卡斯呀 于是愤怒的伊丽点燃了床脸 妈妈被烧死 画面来到室外 消防人员在灭火 哥俩呢 则跑到外面找到了真正的妈妈 全片结束 前半部分看完 你可能有一点茫然 最后你应该就看明白了吧 没错 卢卡斯应该是死于一场意外 这场意外应该是和伊丽有关 很可能是片头中的溺水而死 善良的伊丽很自得 于是产生了精神分裂 认为卢卡斯一直还活在自己身边 这就是为什么 妈妈不让他和卢卡斯说话 只给他一杯饮料 做一份早餐 但这些被伊丽认为 是妈妈在冷落卢卡斯 而妈妈呢 则高离婚 还做了手气 还发现了一张和妈妈特别笑的人 他俩双电脑 发现他们住的别墅正在出售 接着哥俩发现那只猫死了 肯定是妈妈干的 于是用养虫子的那个鱼缸 把猫尸体装起来放到客厅 妈妈看到后 与伊丽发生了争吵 伊丽说他不是真的妈妈 并要看妈妈的胎记 妈妈更生气了 把他弄到屋里 说以后只会给他一个人做饭 只给他一个人的衣服 并让他不要和卢卡斯说话 晚上他俩制造了武器来防媚妈妈 并且轮流值班防止妈妈进来 晚上伊丽做梦 梦到自己把妈妈的肚子划开 里面都是虫子 第二天伊丽还剪了一个 和卢卡斯一样的头发 并穿一样的衣服 这样妈妈就不能分开他们俩了 这天妈妈终于拆了绷带 露出笑容说 要和他俩做回朋友 还给了哥俩一个飞镖玩 他俩拿着飞镖跑了出去 还跑到了小镇上找牧师 结果被警察送回来 哥俩希望警察把他们俩带到警局 不想回家 于是警察询问妈妈的情况 妈妈说自己离了婚 生了病最近很不顺 大家好 我是爱好恐怖片的美男子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冷暴力恐怖片 妈咪晚安 故事开始 在一处乡下别墅 双胞胎伊丽和卢卡斯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二人在一起玩耍戏水 他们一直在等待着 住院的妈妈早点回来 这天妈妈终于回来了 只不过因为整容手术 脸上缠满了绷带 哥俩回来 此时蓝色衣服为伊丽 棕色为卢卡斯 妈妈只给伊丽倒了一杯饮料 卢卡斯在伊丽二旁说 他也想要 于是善良的伊丽对妈妈说 可妈妈却说 卢卡斯想喝的话就让他自己来要 而且伊丽还对妈妈只做了 他自己的晚餐表示不满 妈妈则不予理会 两兄弟呢 也有自己的宠物 就是一堆大虫子 晚上兄弟二人躺在床上玩手机 妈妈进来对伊丽说 自己因为刚出院需要休息 所以家里要安静